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車速極快的高速公路上 一輛POMO的銀色轎車停放路間 幾名駕駛和乘客撐傘站在一旁 震撼脫掉業者在溝通 沒想到就在這時 沙石車失控衝撞 嚇得大家頻頻往後倒退 甚至爬出水泥護欄外面 脫掉業者不顧危險 趕緊追上前 車主見撞也想查看情況 立刻被家人叫了回去 趕緊把他懷中的嬰兒抱走 就怕再有意外發生 這起事故發生在7月27號中午 中山高湖口南下路段 當時車主一家人就站在車子後方 下一秒沙石車疑似因為車速過快 打滑往外接 直接撞上轎車 以及停在前方的拖掉車 看看沙石車擦撞 當時和車主一家人 只有大約1.5公尺距離 如果當時他們再往國道上靠近 後果不堪設想 騎士人應該站在事故車的前方 而車子後方50到100公尺 也要設立警示燈 只是車子拋錨卻遇上恐怖失控追撞 讓車主飽受驚嚇 記者林中正成為君桃園報導